在一起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因为西班牙 法国跟意大利 他们属于是那个拉丁语系的 拉丁语系的个性就是比较浪漫 还有拉丁人 他们个性比较浪漫 他们对于所谓的爱情 是一种生命中的精灵 他们不是捆绑 他们爱情是精灵 而不是捆绑 但是英国人不一样 英国人是亚格鲁萨克逊 他们有一个英国正统国教 他们是以这个正统宗教自称的 所以当然很在意 所谓的婚外情之类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是这个不见光的 那这到了美国 美国其实更严重 美国人 美国女性是要冠夫姓的 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我跟我太太去 美国念书的时候 因为我太太没有冠夫姓 然后正好那些阿桑 看我们这些人 他看我们都年轻 因为他们职员 大概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们 他就看着我们这些夫妻 觉得很好玩 因为我们台湾人 会看起来很年 看起来不那么老嘛 他就很好玩 一看你们是夫妻吗 我们说是 那为什么你太太 没有用你的信呢 我就说 对 他不想要 他觉得他要用他自己信 就你知道那些职业妇女 就鼓掌说 哇 你们台湾人 这个是女性主义者 就你知道我太太就是 撒在那地方 其实我太太一点都不是 女性主义者 她只是强烈的女性主义者 对不起 我这个意思 原来他都有监看 对 所以他就觉得 你看他们这种婚姻关系 所以不爱件事 当时不是讲那个 就是美国总统那一位 抽血家那一位吗 克林顿 还有克林顿 就其实他 即便其他人叫 Hillary Clinton 对 应该这样 没错 是吧 没错 但是其实在当下 当时媒体不是去指责克林顿 比较多一点是指责实习生 后来实习生 对 实习生被精神压迫 就到了乡下回去 投喷家人 最后才有记者帮他控诉说 克林顿很可恶 他不是只有吃这个实习生 还有很多 所以才把焦点叫克林顿 其实法国不只是浪漫 其实法国的科技是很进步的 对 他们坐飞机啊 坐这个战机啊 还有他们的核能电厂啊 对 所以他们也是 就是对于数字很计较 对 没错 因为这个他们 你刚刚讲说那个习阿克 他们对习阿克的评议说 他连洗澡15分钟 温存 温存加洗澡 对数字抓得很弱 这从头到尾 洗澡都送进去15分钟这样 唯一是说他们对私生活 对这个隐私是很重视是没有错 可是他们也会很会调侃 很会调侃总统 这个欧兰德 他们说要告那个 Closer这个 因为你侵犯我隐私权 对 其实华国的媒体是支持的 是啊 这一张都是支持的 就是说这些政治人物的 个人隐私 而且这个Closer说 好我们要把网站 把那个新闻拿下来 就是你看跟我们差别很大 是不是因为只是女朋友 所以认为没有什么忠诚的问题 没有他们是说 总统有总统的私生活 他的私生活我们要给他隐私 对他怎么私生活 他总统的事情是把国政做好 他们的内容是说 你选的是这个总统 你不是选他的家人 不选他的情人 至于他有几个情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选这个总统 所以你不能去报告他私生活 比如说像密特勒 密特勒有个私生纸 全世界人都知道 就是法国人都知道 他一个私生纸 可是呢 是密特勒过世十年后 才媒体才会揭露 所以这样的标准 我们台湾是不能接受 像我们就会要求 总统的女婿要跟我们讲清楚 她到底在是中兹还是非中兹 对那她也是总统的家人而已 对没错 我们选了也不是总统的家人 可是在台湾媒体 就会这样要求 那个国情不一样 你如果说以美国为例 因为美国是一个清教徒的国家 所以其实他们非常重视 家庭的观念 所以大多数美国人是希望 我这个国家的第一家庭 是可以给全美国的家庭 做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 等于说变成一个典范 所以为什么 在白宫里面有一个厅 它里面放的是 每一位总统夫人 在卸任之前 离开白宫之前 他会留一个 他最喜欢的餐具 可能是盘子 可能是碗 可能是一个茶壶 就放在那边做纪念 那法国人观念又比较不一样 法国人他们对家 虽然照理说天主教国家 你看同样是天主教国家 意大利就非常重视家庭关联 那个家族的感情联系 可是法国人就比较不重视这一些 所以法国人是可以接受的 那刚刚讲到那个隐私权的部分 其实在欧洲 狗仔最多的是英国 而不是法国 对对对 法国其实 法国媒体其实 太阳暴 对 法国其实非常重视 公众人物的隐私 而且 在法国每个人都有情妇 有情妇的情况之下 你随便拍到他去 跟小三约会 so hot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戴安娜那时候 这一次反应最激烈的是英国 对啊 多酸啊 因为英国人跟法国人 有历史情感 历史情景 他们就是喜欢互相讨侃对方 他们喜欢互相讨侃对方 所以你看戴安娜当时 出车祸的地点是在巴黎 在巴黎 所以当时法国的媒体其实说 一开始第一出车祸 一开始传出来说 因为狗仔跟拍他 所以他才出车祸 当时法国所有的媒体 都在自侵说 没有 我们绝对没有派狗仔跟踪戴安娜王菲的车子 就后来事实证明 也不是法国人 对 那你看像这样 你看 这是欧兰德 拔网的时候 骑小棉梁 在安全帽 一个人这样 他只有一个随附队而已 对啊 如果真的有人知道他欧兰德 还是说有人不知道车给他撞死 要怎么办 国家安 嗯 不是 搞不好他会变成法国英雄 死于追逐爱情 会啊 会啊 你不要用台湾人的标准看法国人 而且说实在 你一定以免法国好 你知道致在台湾早就被拘到没了啦 对不对 你自己生死于不顾 对不对 自自己生死于不顾 你治国家 可是我们平常听讲 法国总统的维安规格 其实没有台湾那么严格 教理说法国是比台湾大的国家 它是个大国也是个强国 对不对 照理说他总统维安的规格 应该要很高 应该讲说在法国当总统呢 比较有人性化 对不对 他个人的师生 我还是可以被遇尊重 其实你去看欧洲国家 欧洲主要的几个国家 他们对他们国家的元首 有些是总统 有些是总理 不一定 他的维安规格 其实都没有台湾这么高 那不能说他们不正常 其实他们是正常的 是台湾不正常 因为台湾的总统维安规格 几乎是比照美国总统 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其实法国真的很不好统治 因为第二 法国的价值多元 对 种族也多元 种族也多元 那像比如说他们又是比较浪漫的 对人权又比较保障的 所以像很多中欧的很多 当时有战乱 或者是像罗马尼亚人 法国人 特别是非洲人 对 他都开放 所以在巴黎来讲 各色人种其实都有 对 我记得戴高乐讲过 戴高乐也是总统之一 过去的总统 对 二战时候的总统 这是一个多 这是一个有400种起司的国家 你知道有多难统治 光起司都400种 光起司有400种 以前认识一个女记者 她嫁给一个法国人 那个法国人是驻台湾的 我们现在叫代表处是不是 他们驻台湾是经济文化办事处 对 类似大使馆的管理 说哇 嫁给法国人很浪漫 她说 爱喝酒的懒老头 普遍的印象 我们都以为法国人很浪漫 她说 是个爱喝酒的懒老头 可是他们爱喝酒的理由 你也是觉得很浪漫 因为晚上晚餐一定要喝酒 为什么 因为你白天出去工作 你是没有灵魂的 你只有晚餐那杯酒 才能够把你的灵魂呼唤回来 所以那杯酒要不要喝 要吗 而且一哥要喝四五个小时 他可以帮喝酒找很多理由 有一部二战电影 就是那个坦克车 然后几个各式人种 那其中最经典的就是 大军 德军已经过来了 他们只有几个 大概五六个阿兵哥 大家可能观众朋友 看过这部戏 然后五六个阿兵哥 对那好几百个人 德国的军队的时候 他那时候在讲什么东西呢 他说这时候他幻想着 一手是拿着起司 拿刀切一片下来 吃进去 然后再一杯红酒喝下去 大敌当情的时候 他到海中还是这么浪漫 一口起司 一口红酒 然后你看像欧兰德 他自己本身 他爸爸是极右派 是医生是极右派 他妈妈是极左派 所以极左派的社会 所以你看他最后选择了 跟妈妈同一条路线 所以人家就说他这辈子 都一直在妥协中求生活 左右之间 然后找一个自己适当的位置 所以也造成就是说 他现在也在左右之间 我相信他应该会有很好的处理方式 听说他对感情其实就是 不分主义者 不分主义者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犹豫的人 他的感情有跟他从小 相处在爸爸妈妈中间一样 左右逢 左右为难 这是他的第一任 生死的孩子 对 现在的新闻是你说 有这个新欢 是因为这个原配 故隐部这个 暴富 这样子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法国女性心胸 真有那么宽广吗 我觉得比较不像是这样 因为我看欧兰德的心盘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叛逆的人 就是你越要我怎么样 我就越不想要怎么样 然后呢 他也属于左派 对 我也是属于左派 我也不想要让法国人 法国这样这些民众都看 所以我觉得说 你崔维勒跟我就是枕头正知 你就可以来告诉我 我应该要这样 应该要那样 让我被别人看不起 所以呢 而且你知道通常总统 他是一个英雄的象征 那我现在去跟一个女明星在一起 我们台湾人没办法接受 但是法国人会觉得 哦 赞 这个代表是一个真男人 你还是有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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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的传统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传统 这是党规标 严青标 严委员的孙子 这是孙女 孙女 孙女 说十八岁就差不多了嘛 对 要够了 要够了 对 要够了 以后边再举一代为四周公 以每代算仙 盈钦彰五十四次 已经当协国做俄 严青标五十四岁 已经当阿藏了 对 八十一 六十一 八十一 对 已经当阿藏了 是 所以他们家 他们家其实有自己会拼六代同堂 但是肚子里面这一个 加把勁 18年後 100歲 OK 對 其實有機會拚六代同 佩儀 這是會遺傳嗎 你看袁清彪的名字 清彪是什麼 清朝的標準 其實我可以說 這個也有關係 那他爸爸呢 他爸爸呢 他爸叫顏懷 不是 我要講的就是說 他要講顏懷懷就是